白色轿车开在奇美双身的工艺路上 要左转弯切进管前路 结果刚好跟直行的大型重机车发生碰撞 红牌重机整辆车往前喷飞 放慢速度再看一次 当时红牌重机发现左转车已经来不及反应 连人带车刨飞重摔 而轿车其实已经转弯完成 但就要在往前开的时候 车尾的部分被红牌重机猛撞 整个保险感都脱落 一二车驾驶酒精呼气职均为零 一车驾驶未受伤 二车骑士手脚擦措伤 那么根据了解这期车祸发生在今天 也就是圣诞节早上九点左右 六十一岁的女驾驶开车 跟二十一岁的大学生骑士发生车祸 双方驾驶都没有酒驾 不过骑士抛飞重摔 导致手脚擦措伤送医治疗 没有生命危险 而女驾驶左转弯 没有领让执行车 酿成车祸 后续造势责任 有待警方既不离亲 请不吝点赞订阅